因为对干部任用不满意 在网上购买了刺激母猪发情用的激素 通过针管注射进统计局所有的办公室 饮用水的大桶里 自2017年的8月开始 在两年的时间里 鲁山市统计局上上下下 大家呀都像吃了猪饲料一样的疯涨 局长李洪飞的脖子啊 肿得像水桶那么粗 就像没长脖子一样 开会的时候 领导们坐着不动也都是一身汗 男同志们大白天脸色通红 女同志啊 接二连三的怀孕 最离谱的是 有几个50多岁已经绝经的妇女 竟然又来月经了 两个在此期间怀孕的妇女 生下的孩子都有十经多 谁也找不到原因 后来局长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 发现她体内的激素都严重超标 这几种激素啊 都是母猪交配时催情用的 人不可能接触到 医生建议她报警 李局长回来后呢 把局内可能存在激素污染的环节 全部摸排 也没有找到原因 后来啊 在垃圾桶里找到了装受用激素的玻璃瓶 据此线索找到了投毒人 记者采访时 投毒人声称是响应国家生二孩的号召 绝对不是蓄意报复